哈喽大家好 品试煎酒聊背中事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飞飞 我们的老朋友老太三哥 大家好 我有说过要开这瓶格兰 Fuckless的40年 趁着这个过节的气氛 给了我一些动力 终于把这瓶酒开了 那不仅今天我们有40年 我们还有21年 还有25年 这是他们系列里面 其实40年是最老的一个年 所以就没有再老的了 行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先把这三瓶酒的介绍 简单的给大家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回来边喝边聊 自1965年以来 格兰花格一直有一个家族 拥有和管理 至今格兰花格是苏格兰为数不多的 仍有家族拥有和管理的酿酒厂之一 那格兰花格在盖尔语的含义是绿草原的山谷 酒厂位于贝里斯的山脚下 冬天的雪水融化后 成为酿造格兰花格最重要的山泉水 在苏格兰多达百余家麦芽威士忌蒸馆厂里面 格兰花格可以说是独特的一家 曾在旧金山烈酒大赛上获得最佳丹麦蒸馆厂的称号 我手里长的这三瓶21年25年和40年 制作成分都是一样的 这款格兰花格21年获得了95分 并在2013年终极烈酒挑战赛中被评为非凡 它有在百分之百的奥罗罗萨雪梨桶中熟成 酒精度数为43度 格兰花格25年也是在奥罗罗萨雪梨桶里沉酿的 酒精度数为43度 格兰花格的这瓶40年 第一次推出是在2010年 很快这瓶40年变成了酒厂的核心系列之一 也是酒厂的旗舰款 同样在奥罗罗萨雪梨桶里面沉酿 酒精度数为43度 好了 这三瓶酒的简单介绍 已经帮大家放松过了 其实我比较期待40度 我当时就在想说40年可以卖到1000 咱们卖13001400的样子 对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能够卖这么便宜 其他用的桶都不差了 都是欧罗萨雪梨桶 全部都是百分百的群里桶 其实最主要就是他的成年 他成年因为他们成年他是有专用的仓库 然后那个仓库他整个的保温性特别的好 然后他是属于在比较冷的地方这样子去慢慢成年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那个Angers Shell特别的少 只有0.01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整个成年过程中 蒸发掉的酒只有0.02 那其他的酒厂至少要百分之二 这中间差了一百倍 对 也就是说他保留了大量的酒液 没有被蒸发掉 他不是一个高浓缩的酒 成年的酒液在里面 所以他另外一个极端 就好像那个卡巴伦 对 他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他就是高温成年 高温成年之后他Angers Shell会非常的大 所以他只需要就是说两年三年他可能就OK了 那放在格兰华格这边 他就必须要用一个更长的时间去让他去成年出来 今天激励我要喝这瓶酒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瓶酒在台湾炒得非常火 你知道我这瓶酒21年借来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说 我去扫扫我这瓶酒上的灰 然后我说 你这句话我必须要放到视频里 说明这瓶酒得有多不好喝 是吧 我们就为了这个新年 给大家看一次 让你们知道 这瓶酒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味道 好 先请导演帮我们把酒倒上 我们边尝边聊 为什么一个颜色 对 为什么不同年份呢 然后用的是同样的桶 当时他们家是会有用胶盘调色 这不是傻吗 调成一个颜色 40年跟21年借 应该调深一点 就是就是 就是的 能调还不调深一点 应该调深一点 呵呵 请问除了雪梨桶味 你还闻到了其他味道吗 一些类似水面桃 然后 有点那个奶油杏仁 就欧阳手会带有一些 类似奶油杏仁 这不就是雪梨桶的味道吗 淡淡的柔柔的花香的味道 油脂感 哎 还行 从头到尾一直都有在撑着 会让我想到那个 格安利威的那个 烧第一点年份的酒 它那个入口的感觉 包括后面的那个油脂感的那种感觉 会很像 很像 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个 Space side的风格的酒 嗯嗯嗯嗯 它不会说特别的浓郁 嗯 但是你说它是一个超过20年的酒 我就会 哦 我们今天等一下 我们今天喝的都是20年以上的酒 对 21 25 让我重新理一下我的这个思路 对 我会觉得它更像一个低年份的酒了 就类似于可能在15 15 撑不到18的感觉 就感觉那样15年左右的那种 来 第二个 这个味道闻起来多了一些 闻起来会有一点点年份的感觉 这个闻起来会有一点点年份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奶香 它是雪梨桶 再加青苹果的味道 就那种酸 就真的是青苹果 对 青苹果 青苹果的味道很重 这个闻起来我觉得它挺喜欢 嗯 我也喜欢的 哇 嗯 这差的也有点多吧 这太 这好喝 这个好喝 进嘴里面的融化感和它充满口腔的香气 对 那香气 哇 我觉得了 但是它又不像格兰桩那颗那种 不像 没那么重 我会觉得 比较轻柔 对对对 但是它每一种味道都融合的特别 它是融起来的那个味道 融合的 但是在嘴里也没有感觉到很酸 它是那种 哎 出来的那种奶油感 奶油感 包括我们其实我们闻到的那些味道 其实到嘴巴里面 它还是在 在那里 然后是融合在一块 然后满满消融的 对对对 而且整个味道 非常的长 嗯 嗯 可以停留非常的久 嗯 它其实它如果说是满嘴的那个油香 嗯 特别重的那种 油脂的那种香气 整个嘴巴里面 真的是裹了一层油的感觉 嗯 这个好喝 这个绝对是40年 真的绝对是 我觉得这 所以他们家的酒 可能就是得往高年分 同志们从40年开始卖 对 从40年开始卖 千万不要吃21 来我们尝一下第三个 这个闻起来跟两 前两个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 刚才这个喝起来是 闻起来是酸的 这个闻起来是奶油 我倒觉得这个呢 是更经典一点的 Space side的那种花香 你觉得这个是 这个其实它有一点点 类似滴滴的那个风格 它有一点青草啊 那些的味道在里面 嗯 我觉得挺好的呀 会觉得它没有说 这么像中间的那个陈年 那么久 嗯 它有力量感在里面支撑着 它的酒精感还没有完全退去 它每一个味道都特别特别的强 其实我觉得它们三个啊 它们三个在嘴巴里面的味道 其实 展现的方式是一样的 不是 包括那个味道的香气 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出来的 给你的时候 它怎么出来是不太一样 嗯嗯 这个会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粗糙一点 嗯 然后这个呢 嗯 它在一个就说 将老不老 然后当时呢 它在中间 半老不老 半老不老 对 然后这个呢 就真的就老 老 嗯 嗯 就那种融化的感觉 我会喜欢 平时喝的话 我会选择第三个 嗯 我觉得它的味道都给足了 其实我这第二个 第三个 我还都挺喜欢的 我肯定喜欢这个 那不是废话 如果没有第二个呢 这个我觉得中规中矩 我会觉得 比格兰菲雷克好喝多了 哦 那比它是OK的 是吧 但是你说跟 如果说跟格兰里比比的话 有可能会纠结一下 好 所以我们俩肯定想中间这个 想都不用想 来 这个真的太香了 你让导演给我们执笔 我们还是要猜一下 就不用猜吧 万一错了呢 应该不会 第一杯 四十二十五 嗯 全对 好 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 确实第一个是21 第二个是40年 第三个是25年 这三个都是43度吧 对 它的度数全部都是43度 然后全都软了啰啰 21年的价钱大概是100多 还算很便宜 好像120左右应该 还挺便宜的 挺便宜的 然后40年 1350美金 然后它那个盒子特别特别的美 25年是大概300美金左右的样子 其实我喝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超值的一款 我觉得它的包装好丑呀 这个21年和25年 但是21跟25的话 这个 你给我包装 你给我看看 所以有的酒 我不得不说 为什么我说有的酒可以送人 有的酒只能自己喝 你说一个包装做成这样 21年和25年 这么一个平积无期的这个瓶子和它的标 是不是不够高端 但是这个40年就 整体高端了很多 高端好多 它这个都是木头 好漂亮 它这个瓶子 你会觉得它一卖1350 这个40年 我觉得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 我觉得它最好的话 能够卖在800左右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这两个会有点 价格会有点虚了 这两个虚高了 整体来说 这个40年 好爽 觉得今天可以结束了 我们就 我们开喝就好了 真的好香 好香 真的好香 好长 我觉得 今天这瓶酒 我刚才 我刚才跟导演说 你等我5分钟 让我想一下 要不要开这40年 我觉得我今天 喝完了之后 开对了 开对了 这个可以成为 新年用酒 回家可以慢慢享用 我很期待 它再过 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的 香气的变化 我觉得这款酒 真的是可以 值得收藏的一款酒 去品颖的一款酒 去跟朋友 分享的一款酒 那我们在这里 提前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 我们的视频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让我们帮大家尝那酒 记得给我留言 脸都红了 好吧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